自有人類文明存在,就有罪案的發生 極度深寒奇案,帶你進入犯罪者的黑暗世界 剛才說到那個23歲的男生叫Warno de Ferro Warno de Ferro就是你看到這個人 在1974年11月13日,他走去其中一間巴 那間巴的名字叫Henry's Bar,也是在Amity Village 就是長島的地方,其中一間巴叫Henry 其實是挺偏僻的一個國家 他進去那間巴,他大聲喊,雖然是紐約 但他是偏僻一點,較遠的地方,郊區 進去的時候,他就在酒吧裡說 你們要幫我,我覺得我媽和我爸爸被人射死了 那你一這樣說,大家就以為你開玩笑 但不是,看到他的樣子很認真的 他就說,You got to help me, I think my mother and father are shot 那些人就看到很害怕 其他有些年紀比較大一點,健碩的人就很幫忙 就說,不如我們陪你回家看看發生什麼事 他家裡,即是剛才途中那間鬼屋 其實就是一個叫Ocean Avenue的地方 是112號Ocean Avenue,就是剛才那間鬼屋的地方 有幾個人陪伴他去到112號Ocean Avenue 而且這個地方離開我剛才說的Henry's Bar 就不是很遠,是一個很近的地方 那大家去到的時候,就發現了 Diffel的家庭,即是Warno Diffel的家庭 整家都已經死了 那他家裡住了幾多人呢? 差不多有六、七個人 那大家去到以為,什麼事? 以為你爸媽在吵架? 那美國沒有槍械管制,會不會互相射射? 原來完全不是 那大家看到一個非常血腥的場面 那六具死屍就在112號Ocean Avenue 就全部死在一間屋裡面 那當時有些人看到,即是一群人一起去的時候 就打電話去報案 那當他去報案,其實這個地方 即是這個這麼偏僻的地方 平時的罪案率就不是很高 所以那些警察都沒有想到 有些這麼恐怖的事,有些滅門案出現 其中有一個男人 他叫做Joey Joey就打電話去報警 那他去報警的時候,他很害怕 把聲音都震了 打電話去的時候,他立即在那裡說 有槍擊案啊 那他就問,Diffel的家庭有槍擊案 那那個Operator聽電話 911個Operator就問他 他說,你叫什麼名字? 我叫Joey Yeswit 怎樣串? YESWIT 串清楚 好啊 他接觸完之後就問他 你有沒有電話號碼? 那那些警察就說 我沒有電話號碼 我不知道這裡在哪裏 那那個Operator就再問他 你不知道在哪裏? 你可不可以有個地方告訴我 他說,我不知道 這裡總之是Ocean Avenue 然後那個Operator 不斷問他很多事的時候 其實斷斷續續 他說得不太清楚 他只是說有開槍事件 然後那個Operator就問他 有開槍事件 有沒有人受傷? 他說,不是受傷 全部人都死了 蛤?死了? 不是這麼嚴重吧? 他說,你等一會 等一會 WIT是他叫NASLAM 他串釀完之後 他也有點猛症 他說,你串完又串 不如你派人來吧 然後那個Operator就在那裏說 你有沒有電話號碼? 問完又問 他說沒有電話號碼了 你老闆 快想點來吧 他說沒有電話號碼 那你在哪裏才行? 他說,我在罪案現場房子打你 然後那個Operator就問他 他說,罪案現場房子打你? 你是不是認識過家人? 他說,我不認識他們 我也不知道在哪裏 然後他搞了很久 就告訴他 究竟這裏是甚麼地址 原來他根據那時候 那個Operator聽到的 他就說 112th Ocean Avenue 他知道地址之後 他就馬上說 你不要走開了 我們馬上叫巡警 馬上去那裏 那巡警 一去到的時候 當然收到一個Call 你知道外國那些警察 通常一個人開一部車 有些時候兩個人開一部車 那大家去到現場的時候 就發現了裡面 嘩,真是恐怖 那這間房子裡 你看,這裡有兩層 你斬開看看 你看到不同人 躺在一個不同的位置 總共你看到 有六具屍體在裡面 那這間房子 我想說一說 其實這間房子 是一個美國很典型的 中產階級的房子 那裡面很漂亮的 其實有前後花園 那後花園裡面 因為他近了一條河 那他還有一個碼頭 就是自己有一個私人碼頭 有一個私人船 那門口有兩三車房 都放在那裏 其中在當年1974年裡面 是一個不錯的家庭環境來的